61岁的卡洛林 一开始左脚不舒服 去医院就诊 医生告知他罹患癌症 接受治疗后却无效 求医过程中 他也尝试了星巴威当地的民俗疗法 情况依旧没有改善 他的腿24小时都在痛 最后医生只能给他止痛药 因为得病而失业 他的生活更加困苦 不久后 他的右腿也有相同的症状 遇到原始点时 他得病已一年八个月 志工帮他按腿 用姜汤清洗他的双脚伤口 同时加热姜豆 温敷他的原始点 让他喝姜汤 并在洗净的伤口 撒上姜粉 他一天补充三次内热源 每次一大匙 15毫升姜粉 配上180cc的热开水 除此之外 他也加热姜豆 趁姜豆还热时 要先放进袋内包好 再把姜豆袋放在膝盖上温敷 虽然心结的家 颜色和原本肤色不同 但他的伤口已完全愈合 现在卡洛林可以正常走路 也已经开始工作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